大家有沒有發現 常常定了一些計劃都做不到呢? 會不會花太多時間 在看社交網站、上網 又或者是在打機上呢? 其實很多人現在逛街搭車 都喜歡按住電話 有人說這種是手機成癮症 但當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的時候 對我們 特別是對青少年有甚麼影響呢? 還在家裡 對著電腦和遊戲機玩足一天呢? Alex讀書時 跟很多青少年一樣都很喜歡打機 當時流行玩電腦的網路遊戲 Alex說他差不多甚麼遊戲都玩過 我記得那時在英國讀中學時 回來香港放假 就會去網巴打機 通常都會一打就打24小時 一個星期可能打4天 即打4個24小時 阿歷斯每個月的零用錢 差不多都用光打機 這個情況一路持續 直至身體出現異常狀況 其實是沉迷了3、4年 即身體開始才慢慢出現問題 一開始閉上眼都會看到打機的畫面 睡覺都會發夢在這裡打機 之後去讀大學的時候 就開始臉部神經的位置會痛 就會拉得很緊 那時是整晚都睡不到睡覺 因為晚上睡不到睡覺 但腦袋又很混亂 變成到早上又覺得已經控制不到自己 已經崩潰了 蕭子剛 他創立的基甸中心 一直自力推動年青人事工 有軍校寄宿訓練 幫助年青人脫離不論是毒品 或是打機 沉迷上網的問題 蕭子剛分享 他認識很多年青人 都在虛擬世界裡沉迷 影響到他們在現實世界 和家人的關係 例如有一個家長 就有一次很急找我 我見到他的時候 就嚇了一驚 那譬如我見到他 就當時覺得很奇怪 他整塊臉是乳黑被人打 然後我再追問的時候 就被自己的兒子打 我就說 為何會這樣呢 就是那個兒子也不是很大的 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人 是會打媽媽打成這樣 我見幾個傾開 原來都有這些情況發生 就是因為兒子在打機的時候 他叫他不停 這樣拔他的插鬚 結果兒子的情緒一來的時候 就拳打腳踢 所以我們見到 原來其實打機這件事 上網沉溺這個行為 不只是個人的問題 而是影響家庭的關係 幸好 當時身在英國的Alex 仍然和媽媽保持聯絡 在失眠和混亂的情況之下 他打長途電話給香港的媽媽 在遠方的媽媽隔著電話 為他祈禱 鼓勵他讀聖經 回上帝的懷抱 之後就打給媽媽 就跟她說我受不了了 真的要死了 媽媽就安慰我 我就去讀聖經 去爪遇神的說話 其實那時就 爪遇神的說話 那時就記得 詩篇第23篇 不停地重複地念 令我坐在安慶的水邊 你用油膏 撂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日 我一生一世 必有因慈愛除絕我 我且要絕在結合 在這段中直到永遠 這次經歷之後 Alex深深體會上帝的說話 能夠幫助他 脫離沉迷打機多年的生活 其實我想要維持一個 每一天有寧修的習慣 因為其實神的說話 真的可以令到人 拉回神的那裏 以前我打機 除了我不打機的時候 我都會想著 打機的時候要怎樣打 都會一直重複在想的 但現在我如果玩完之後 我聽聖經 我去寧修 我就會焦點在神的說話上 就不會再想打機的畫面 變了不會沉迷 蕭子剛認為 要解決年輕人沉溺上網的問題 不僅要幫助年輕人 亦都要幫助一班家長 長輩的同行 首先不要當這件事是洪水萬縮 不要覺得你打機就不好了 你又動一點就拿打機這件事 來去畫他 所以首先我們家長要接納 這個年代是這樣 上網、手機、遊戲機 是年輕人的一部份 但不是說你這樣推動他 贊成他繼續下去 沉溺上網其實都很累的 一直這樣 有些是八個小時、十個小時 不離開那個機 這件事他都有厭惡的一天 但為何他會繼續下去呢 就因為很可能他外面 是沒有了他的社交發展 以致到他單單在這件事裏面沉溺下去 所以我們家長需要去了解那個小孩 他的成長的需要是甚麼 從而去補足他的需要 我們特別鼓勵家長要推動 越小越好 就是推動少年人 他們要學習多些不同的興趣發展 多元智能 以致到他能夠在他的興趣 在世藝發展 他不需要單一的遊戲機 就是他的一切 例如安排一下跟朋友出街 或者是做運動 或者去參與一些教會的活動 自己要留意自己會不會沉迷了 如果發覺自己沉迷了 就應該要減輕 不要打那麼多 花太多時間去玩 在假期的時候 試試放下你的電話 和平板電腦 走出虛擬世界 去到郊外親親大自然 可能會令你對這個世界 有新的看法